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TheDuduMan 我是Eric 我是Ian 沒有錯 你們現在聽到的是我們內心的世界 哎呦 大家聽得到我們的思想 突然覺得好赤裸好沒安全感 很多人都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模式都非常好奇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跟我們度過一整天 然後邀請大家進入我們的腦海裡 看看精算師和工程師 平常是怎麼思考的 Let's go 跟著我們去冒險 DuduMan 永遠鳥落出現 DuduMan 怕 我不走 錯 我猜肉 跟著我們一起空 Let's go 幹 我不是才剛睡著怎麼鬧鐘馬上就響 如果我現在按掉鬧鐘 我睡過頭的機率是43.2% 但是如果我不賴床15分鐘 我今天一整天會很累的機率 是88% 數據分析的結果 跟我的身體在告訴我 我應該繼續睡 不行啊 時間很寶貴 怎麼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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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wait Coffee Coffee it is Oh my god 累死我了 我要淺焙還是中焙 淺的比較難磨 手會摔 可是我比較喜歡淺焙 那我來算一下所有豆子的庫存好了 乾 淺焙只剩一杯的量 為了降低我明天沒有淺焙再選擇的風險 我知道我要喝什麼了 OK 一人大概還有兩個小時才會起來 我現在要來做什麼勒 啊 沒關係 我後面還要多射幾個鬧鐘以防萬一 再30秒就好了 再讓我睡一分鐘就好了 一眼該起床了 啊 我的終極鬧鐘響了 好 我起來了 啊 神呼吸 吐氣 不知道冥想到一半會不會睡著 大家都說冥想對身心挺有幫助 最近真的越來越容易焦慮了 這支影片到底大家會不會覺得很白癡啊 那影片中每次都叫大家訂閱 可是大家到底會不會訂閱啊 喂 看到這邊訂閱一下 不行 不行 不行分心 讓自己腦袋放空 幹 啊放空最容易睡著啊 哇哩咧 平常不會冥想 怎麼今天拍片突然開始冥想 那我來想一下 等一下午餐要吃什麼好了 168斷食快結束了 現在的飢餓程度是3 out of 10 今天好想吃蛋餅 但是吃蛋餅會提升我減肥失敗5%的機率 吃健康餐導致我破產的機率是87% 幹 算了算了 健康最重要 等一下賣掉一個BlackCoin來買健康餐 OK 一直離勝過慾望買了健康餐 這個健康餐盒的營養素比例是 30%蛋白質 5%脂肪 65%碳水 這個碳水的比例好像高了一點 我必須少吃88粒飯 這個餐盒包裝 嗯 還算可以 透明的蓋子讓吃的人一目瞭然裡面的食材 只是有點美中不足的 就是他用了中間的這個橡皮筋 不僅擋住了他的Logo 而且沒有置中 視覺上有點不太舒服 好啦 至少橡皮筋打開之後 上蓋設計有這個手把 可以輕鬆的把上蓋拿掉 哎呀 我的筷子咧 那馬路對面的距離 我看目測大概50公尺 哇 有61秒的時間可以過 那 應該以我每秒0.82公尺的時速 應該剛剛好可以到對面 如果我燕算的走路速度是對的話 我只要以比他快的速度走 我就有足夠的時間到達對面 那我必須考慮到我白癡亂開車的可能性 走太快反而有風險 我只要用同樣的速度走在燕的右邊 就可以把風險壓到最低 等一下 這邊的車會從右邊來 要被撞也是燕先被撞 哼 哼 哼 誒誒誒 前面有妹誒 有妹誒 啊它撿到石頭布 又要撿到石頭布是不是 好啊來呀 看它是誰的 好 根據我的統計 自從頻道開播以來 驗出了38次石頭 42次剪刀和45次布 他可能會使用很少用的石頭來平均一下 或者是他會用常常使出的布 先出個石頭試試水溫好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這次一定要贏 難得是賭上妹子 我要把所有的運氣都拿出來 剪刀石頭布 哇靠好險是平手 可以的還有機會 我可以的 他出了石頭 他這次出布的紀律還挺大的 好啦 憶恩去年剪刀石頭布一直輸 挺可憐的 我就出石頭把這妹子讓給他吧 剪刀石頭布 Yes 叫我拳王啦 我就知道這次一定可以的 哼 我用左手讓 給你啦 去吧兄弟 我就不客氣啦 欸 他他人咧 唉 又要來到人生常常要面對的難題了 喝有糖的會提升我的血糖1.5倍 血糖盪下來之後 想吃更多糖的幾率是71.2% 這人體工學正他媽的機車 我要一個金鮮金茶五糖掃冰 好的 金鮮金茶五糖掃冰 我想一個珍珠奶茶 好 今天清茶好多 謝謝唷 這個封杯膜的圓 沒有跟杯口的圓對中啊 那我這張吸管要以杯口的中心去插 還是以風杯膜的中心去插咧 那我只好插在兩個圓的中心的中間了 幹 差那麼多 這杯珍奶 珍珠跟奶茶容量比例差不多是1比5 一個珍珠的半徑大約是0.5公分 所以體積等於3分之4乘上π乘上半徑的3次方 所以一顆珍珠體積大約0.52mol 我一口一次可以喝總共10mol的珍奶的話 一次要喝4顆珍珠 嗯 這樣就剛好珍珠跟奶茶一起喝完了 啊 少一顆珍珠 不行 下一口要多喝一顆珍珠才行 YES 太爽了 終於又有時間打球了 欸 可是我不是跟Eric咧 啊 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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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練習好了 一眼突然會答應跟我打網球 真是稀奇 應該是為了拍片才答應的吧 來啊 來Ace我啊 哼 要我Ace你試吧 Ace球的拋球高度3.18米 拍速Tip velocity 控制在每小時120公里 擊球拍面是4.7度 用身體加壓球外帶750的轉速 用網球本身的壓縮彈力 跟球拍的張力打出每小時150公里快的Ace內角發球 看一人這拋球的高度 身體彎下去和拍子的角度 他這球往右邊打的機率是30% 往左邊打的機率是70% 啊幹 忘記他可以打中間 好險他中間 OK OK 沒關係 還有二發機會 這次已經鎖起了一個失誤的數據 第二發把六個標準差加入我的計算公式裡面 這樣就有99.73的百分比會進了 好 我現在知道他可以打中間了 看一人這拋球的高度 身體彎下去和拍子的角度 唉唷 跟上一球不太一樣 他這球往右邊打的機率是70% 往左邊打的機率是20% 往中間打的機率只有10% 我對這分析的結果有95%的顯著水準 哼 他一定是打右邊 啊幹 他都進不了 我算那麼準幹嘛 幹 怎麼又沒進 不行 一定是什麼變數沒有考慮到 難道是因為早上忘了摩拜在求神謝淑薇嗎 YES 終於又可以出去玩了 明天下雨的機率是32% 會需要看妹子的機率是99.99% 有一堆蚊子的機率是33.7% 膝蓋會痛的機率是33.3% 會需要滾輪按摩的機率是0% 多帶這些東西最後沒用到 會讓自己像白癡的機率是99% 算了 我不喜歡風險 以防萬一 YES 終於可以出門旅遊了 可是要帶那麼多東西 身為一個錢包裝工程師 我一定要有效的來利用空間 嗯 竟然還有一點點空間了 那我應該帶什麼好呢 還是你要帶這個電視去 那你不行啦 電視怎麼可能裝得進去 啊 慢慢放這個看看 好像不太行耶 拿出來好了 嗯 讚 這樣就剛剛好了 這樣就剛剛好了 嗯 還沒講完 我們沒講完 我們最好嗎 對了 還沒講完 好喔